我叫李国成,今年40岁,东北人,牡丹江的 我们是2018年来的加拿大 主要是希望孩子的教育能够更加多元化一点 英语不算好,但是这里非常缺手艺的 租了一个不大的店铺,开了一间房廊 一开始只是中国人而来 慢慢的,很多西人也慕名而言 一会儿也六年多没有回国了 想家,尤其是在过年的时候 另外,我最近还发现一个问题 孩子们的中文忘了不少 尤其是老二 跟爷爷奶奶视频的时候,说着说着就变英文了 看来呀,今年一定要带上老婆孩子回趟老家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